在不孝人士的破壞下 南洋山是炎炎一息 尤其環撞薄皮的恶劣手法 让主山镇文田国小 下园内的这三棵大树 将面临缺水而死的命运 让地方人士皆相当难过 和布折糕一寸的皮 然后打包一圈 没有输送水分和养分 放进面就会是一样的 原来市长要做得比较少 现在已经太老了 他们用そ room to be large 这样会让人去烤烤 对,用烤烤 记得,这八 нач是什么 一位吴瑞芳接获通知也特别到现场关心 潘县府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遭人破坏实在是非常可笑 希望管府这边可以派员来文田国小家来会看 文田国小为续林国小分校 所谓废校状态 校方人定期维护校园环境 见到校数的惨况也是相当痛心 续林国小在这五年当中 都按照时间有来做校园的维护跟管理 这一次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学校方面是觉得 看了之后非常的难过 我们已经有在门口设置的公告 那希望未来大家对这一个学校呢 能够用一个爱的心情 关心他的心情 来接近他 来了解他 我们非常的欢迎 但是不希望有人再到校园里面来进行 任何的破坏或者是损毁 对此停加乐社区发展协会 是盼县府能够尽快将文田国小移教社区 让社区能对校园环境做更妥善的保护 大家都感觉很遗憾 也希望说文田国校可以预告社区很外团中心 社区也有成立新所队 也有办法来顺 文田国小 文田国小